恩典365 365天我们一起活在神的话语和恩典大能里面 真的 出于神的话每一句都带着能力 这段时间我们分享到属灵征战 从伊甸园里面 撒旦对于夏娃对于亚当就开始发动了第一波属灵征战 你有没有发现撒旦的每一把火箭射过来都在针对什么 非常多都是针对人对真理的不清楚 真理是什么 这就是神的话 人对神交代给我们的话 不清不楚 模灵两可 似是而非 甚至自我去诠释把它放大 以至于我们让撒旦有机会攻击我们 成为一个基督徒 我真是鼓励大家好好的读圣经 认真的读圣经 圣经总共1189章 你一天读一章 你大概三年多不到四年就可以读完整本圣经 但是你说要读三四年太久了 你就一天如果读十章 其实你大概不到四个月就读完了 很快的 那很多人读小说一个晚上就读完了 当然我倒不是说大家把圣经当作小说这样来读 但是如果你很快的把圣经读一遍 至少你能够对于整本圣经到底在说什么 有一个整体的认识 上帝祝福你 在神的话语当中 我们认真在神的话语和真理里面 我们就不会中了撒旦谎言的欺骗 而接下来呢 我们读在伊甸园里面 撒旦还有一波很猛烈的攻击 他对夏娃说 因为我知道 他说因为 他说我知道上帝为什么不让你们吃 那个分别善恶术的果子呢 因为上帝知道说你们如果吃的日子 眼睛就明亮 眼睛会看到 你们便如神能够知道善恶 你知道这里面有两个很恶意的扭曲 第一个 撒旦扭曲了上帝的心 神是爱 但是在这里面你看到的是一个 嫉妒的老板 我不能够让那个员工知道太多 这公司的机密 要不然有一天他取代我的位置怎么办 但是这完全不是神 上帝哪里是这样 上帝如果害怕我们有一天会知道太多 会扭曲了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 上帝不是这样的 上帝是爱 他巴不得我们可以和他一同做王 而第二方面呢 其实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说 如果你们吃了果子 眼睛明亮就能够分别善恶 就能够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好像上帝造的人都像机器人一样 都像那个洋娃娃一样 根本不能够自己分辨 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只能坐在那里 机器人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你推他一下 你按一个扭他就动一下 好像上帝把人造成是这样 但是其实不是啊 你记得在这个之前 神在做什么 神让他在园中修理看守 他可以做很多事情 他怎么会不能够分辨 他如果不能够分辨 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什么是好什么是坏 他怎么知道 什么东西应该修理 什么东西不该修理呢 他根本看不出来 不是的 上帝早就把有足够的能力 放在人里面 上帝让人给每一个动物命名 他如果完全没有能力 做这样的事 他怎么可能承担神给他的托付 你知道撒旦在扭曲了 神对人的心意 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但是如果我们不确信 主爱我 主的恩典够我用 我们常常就中了撒旦的轨迹 其实在我自己的生命当中 我也常常有这样的一些经验 常常当我发生了一些事情的时候 就在想 上帝你真的够了 你怎么会让我碰到这样的事情 你就算是全能的神 你也不爱我 不然你怎么会让我遇到这样的事 怎么会让我遇到这么倒霉的事情 我高中念了五年 这中间又留级又重考 其实我很乖的 我从来不作弊的 一个从来不作弊的人又留级又重考 我说上帝你真的够了 你看我好人没好报 撒旦常常会让我们说 扣少尔你看吧 你看吧 神不爱你 神不爱你 他扭曲了那个神的心 其实在整件事上 我应该来面对的是什么 是我的责任 我高中会留级 是我的确没有作弊 但是没有作弊 不表示我好好读书 我还是念得很糟糕 所以我就留级了 撒旦让人不面对自己的问题 把责任都推给神 而扭曲了神的心 你也正在一个人生的低谷里面吗 我和你一样 我走过那个人生当中许多的低谷 但是在低谷当中 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中了撒旦的诡计 撒旦会让我们觉得说 神不爱你 神根本不是什么美意 祂是恶意 所以今天我求神把一句话 放在我们的心中 就是越过环境 我相信圣经说的 因为神的美意本是如此 奉主的名祝福你 你终究会发现 无论你发生了什么事 在那背后有神的美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